嗨,大家好,我是大理 当你看到这张图时 绝对打破了你的现在圆祖笔的看法 它怎么能从这样演变到 今天我们使用的样式呢 大多数人熟知的是 匈牙利人拉斯洛比洛设计了地质圆祖笔 并于1938年获得了专利 并且有一个说法 在很多地方既圆祖笔被称为BRO 虽然拉斯洛比洛在圆祖笔的普及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称他为圆祖笔的创造者 并不是准确的 准确的说他是现代圆祖笔的发明者 或第一个把圆祖笔推向商业化的人 那谁才是真正的圆祖笔第一发明者呢 这要在比洛获得专利的1931年 倒退回43年 约半个世纪 出生于马萨驻塞州维毛师的约翰·路德 在1888年10月30日 获得了当时只能被称为圆祖笔的专利 路德当时是一个皮革制造商 因为常规的一些笔 包括钢笔 无法在皮革上做好准确的标记 所以在1888年 路德发明出了这种 以金属圆祖为笔尖的笔 虽然路德的发明不同于一般钢笔 有着可以在粗糙物质上书写的特点 但是在一般的纸张上 反而倒不能使用 未获得大众的轻昧 因此缺乏商业上的可行性 在路德申请专利后的几年中 设计和开发了350多个类似圆祖笔的物品 但是也没有一个能够全面投入生产 因此他对圆祖笔发明的主张 也并不完全是正确的 这是路德的主要圆祖笔设计之一 使用了三个摩擦球和一个大滚珠 当标记球和三个摩擦球 及其附件和弹簧插入到位后呢 墨水就不能从笔中溢出 就能够以钢笔无法在皮革上输写的方式进行输写了 可以说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支圆祖笔 在圆祖笔历史的早期 问题不仅在于笔的设计 还有墨水的配方 太稀的墨水将会从球中溢出 而太稠的墨水则不会流过球 也就不能在纸上输写 看看威廉费生灯1896年3月设计的 费生灯在他的文案中公开 其特征在于为标记笔提供了带有墨水的存储器 本发明还包括了一个小滚珠轴承 和一个大的标记球 小球为了确保市价在笔上的压力 可以在特殊的材质上连续的均匀划线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在大滚球的半球形外壳内部 有一个沾盘垫与标记球的外围接触 可以将墨水均匀的传递到滚球的表面 该设计还有另一个用处 沾盘垫通过墨水的同时 还调节了墨水的流量 同时还确保了高效率和耐用性 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利用滚珠写作 将在未来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没人知道是因为沸身灯的这个圆珠笔 还是因为其他人的设计 最终使这种被称为圆珠笔的产品 离我们又退进了一步 这时的圆珠笔已经历了约半个世纪 就来到了我们开头说的拉什洛比洛 比洛在1931年布达佩斯国际博览会上 展示了一支圆珠笔 但直到1938年才获得了专利 并正式发布了该设计 早期的比洛在圆珠笔的设计上存在很多问题 墨水是依靠重力下降 笔需要直立才能使用 另外墨水仍然不能顺畅的流动 并且易于凝固 这时比洛求助了他的弟弟 他的弟弟是一名才华横移的化学家 根据报纸印刷的墨水 进行了改良后 将圆珠笔内的墨水 加入了适量的油性物质 不仅可以润滑滚坐 还可以起到快速风干 并且不易易出 至此设计还在进行 但是还没有引起商业上的轰动 时间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当时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战争正在肆虐 该设计激起了英国皇家空军的兴趣 由于气压的变化 钢笔的墨水易于泄露 所以在飞机上带来了很多麻烦 而圆珠笔却可以在高空正常使用 当时的英国皇家空军就订购了3万纸 这件事情给圆珠笔的发展带来了非常大的推动 1945年两家美国公司 维尔永峰和微博家公司 为美国市场许可的这种新笔 在北美和中美洲销售 但是他们的动作太慢了 因为这时美国商人米尔顿·雷诺斯 参观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对圆珠笔印象深刻 他买了几只带回美国后 立即成立了雷诺国际笔公司 以销售新设计的笔 至关重要的是 雷诺对设计进行了足够的更改 以避开拉斯洛·笔洛的专利 并于当年10月29日 首次在纽约市发布了雷诺斯火箭笔 当时 吉姆贝尔士就订购了5万支新笔 并在第一周就售出了3万支 吉姆贝尔士在前6个月内 用新兴笔创造了560多万美金的销售额 该笔最初的售价为12.5美元 根据其中的一则广告 该笔在不冲墨水的情况下 可以使用2年以上 并且可以在水下使用 但因为其设计 后期墨水泄漏出现了问题 价格也就迅速下降了 永远改变圆祖笔的 而是来自法国的米歇尔·比奇 他是出生于意大利的法国实业家 比奇于1950年12月 以200万美元的价格 从笔洛购买了圆祖笔的版权 并利用盖钻力成立了笔克 到1953年 圆祖笔已全面投入生产 1954年1月 笔克首次出售了简化笔 这支笔的寿命更长 笔尖尺寸也不同 并且开始采用塑料材质 来制造圆祖笔 笔克在第一年 就售出了350万只 价格从2.95美元 到几乎9美元不等 在这一点上 将奢侈品的圆祖笔 慢慢的变成了大众化的产品 作家菲利普·亨舍尔说道 他在2012年写了一本名为 《失重墨水》的书籍 其中赞扬了圆祖笔 他说笔克不仅找到了 廉价生产大批量产品的方法 而且从一开始 就成功的给产品做了定位 自1960年以来 笔克比只做了很小的改动 却带来了极大的成功 最经典的六角形主体 使其易于抓握 菲利普·亨舍尔说 透明的外形 使你可以看到墨水的余量 机身上的小孔 可以平衡 笔内部和外部的气压 然后是墨水在几秒钟内干燥 说实话 笔克比真是太神奇了 这就是今天仍然存在的一家公司 法国笔克公司 好 这就是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